高鐵延伸宜蘭即將要提交綜合規劃報告 這個綜合規劃報告裡面就包含了軌道的位置 跟設站的場址要一併提送 我們看到這個台灣高鐵在這個西部的設站位置 只要下車我們去看都是人煙稀少 而且這個匡列了很多的這種都市開發的土地 我們看都沒有這個有開發的一個情形 所以等於在一個這個城市的發展上面 這個高鐵站的設置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不希望輪為像西部的高鐵站的長直 這個下車之後是人煙稀潮 而且還要增加的一個轉運的一個功能 宜蘭火車站原本我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在投資的轉運功能已經非常的一個充足 長期的一個能量也已經成為一個交通運輸的重要這個枢紐 所以在整體這個開發上面有20多公頃的工油土地 可以來做充分的應用 已經減少了很多要徵收民地上面的一個民怨 另外再加上它有充足的運輸功能 這個可以作為這個高鐵站這個設站很好的一個條件 另外在一個財務分析報告上面 如果可以利用公有土地來做一個設站的一個需求的話 這個在財務整體的分析上面 對於我們這個國家中央政府也是很好的一個 這一種評選的一個要件 所以綜合我們很多這個專家學者還有這個中央包含地方的一些意見 我們一致認為在於這個設站位置 這個宜蘭火車站是最有條件的一個位置 也是最有這個競爭力的 我們要看到如果可以利用宜蘭火車站 搭配我們高鐵延伸宜蘭整個連結的一個重要樞紐的話 這將會是一個讓整體工程能夠順利的推動進行 在一個不管是時間的成本 經費的成本或者我們民眾利益的成本上面 都是最符合需求的 不會造成民願也能夠增加我們的運輸功能 而且達到我們台灣整體鐵路網尾道串聯的一個重要計畫 所以我們今天也會將我們這些綜合的意見送給交通部 另外也會將我們綜合的意見送給我們交通委員 立法委員 陳羅伯 立委 其實真的要吃到 18滴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讓�型 PC 我們在一些人串性來吃 Bed